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遇到了佛陀 知道了改变命运的太多方法 能不能身体力行 能不能断移身性做个勇士 这是我对我自己和对诸位的希望 所以一开始老师说 命可不可以改 到底可不可以改 那当然是可以改 因为老师后面不是讲吗 说出家人的命 神仙都不敢算 怕算错这样 好那当然我们学了广论你就会清楚嘛 尤其是出家人 他本身自己就是聚立业门 他在僧团这个三宝的环境里面 上师三宝的环境里面 他对的也都是强大的聚立业门 尤其是面对上师最强大的聚立业门 因为他有受戒 他有对上师承许的誓言 所以他这样造作的善业力量 他的忏悔的力量都会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以前我常常跟大家讲 这师父说的 师父说你来到中大师教法的僧团出家 如果你造的业不能献法受 那你白出家了 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有亲近传承 圆满教法的僧团出家 你自己又受戒成为聚立业门 你又对了最强的聚立业门 圆满传承的般若法脉的传承师长 传承上师三宝 这样造业 这会是很重很重的业 是可以献法受的 好 所以这才是 你出家之后 你在中大师教法僧团出家之后 你造的业献法受 这才是正常现象 是不是说如果不是这样 你白出家了 就等于说真正的好处没得到 实际上是你在大师的身材里面 你如法的出家 如法的修行的话 你造的善业 是不是很肯定 一定会献法受 你看那个力量多大 那当然可以献身改命 这一生就改命 所以后面老是讲 为什么因为我们遇到了佛陀 知道了改变命运的太多方法 尤其是广论 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 广论就是教导大家善巧的运用 距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善巧的用最少的力气 造最大的善业 产生最大离苦得乐的效果 这就是广论的特色 这里面讲了太多太好的 改命的方法 然后重点是能不能身体力行 能不能断移生性 做个勇士 重点是断移生性 你对正确的对象 正确的法 然后你发起了信心 有了这个信心 你自然而然信为欲义 欲为情义 你自然而然会开始勇猛精进 所以要做一个勇士的关键 断除疑惑发起信心 对于正法 对于传承上的三宝 断除疑惑发起信心 这就是成为勇士的必要条件 然后老是说 这是我对我自己和对诸位的希望 所以以前我常跟大家讲那个公案 就是说我刚去授比丘戒的时候 去传承师长那边授传承的比丘戒 好 那当时就有一个有经验的过来人 就跟我说 法师你去的时候你记得 你刚授戒刚得到比丘戒体 那时候戒体非常的圆满光洁 因为你那时候刚授戒刚得戒 还来不及犯戒嘛 然后他说要好好运用那个圆满的戒体 好好的发愿回向 他这样提醒我 果然我授完戒 一授完戒得到戒体 我就很认真的发愿回向 很猛力的发愿回向 就我当时的发愿回向 除了成佛还没有实现之外 其他我希求的现世的愿望 比如说做师父的逝者啊 这些全部都实现了 好 所以这个广论里面告诉我们 太多不可思议的 倚靠聚立业门的力量 造三叶改变命运的方法 真的太多了这样 所以以前也跟大家讲啊 那个广论上面的 那个聚立业门那个部分 不是以那个保运金告诉我们吗 说三千大战世界一切有情哦 好 然后都发了大正心 然后都得到了转轮王位 然后每一个人都供了一个 灯柱向须弥山 然后灯柔向周围的四大海水 那么大的灯 那么多人发心成为菩萨 变成转轮王 好 然后供那么大的灯 比不上呢 一位出家菩萨 就是这位也是有发心成为菩萨的 但是出家人 好 他拿一个小小的蜡烛在佛前 这样子供 前者的福德 不及后者的福德的百分之一 三千大战世界一切有情多少啊 而且都是献尊贵的转轮王位 这样子还比不上一个出家人 供一盏小灯的功德这样 那个比例你算得完吗 你当然算不完这样 所以我后来讲嘛 我们生团有沙咪准备要去授比丘戒钱 就跟我说 法师 沙咪戒只有十条 比丘戒有两百五十几条 我们为什么要去授比丘戒 我说很好啊 你看看保育金那一段 你算算比例啊 如果你希望你这一生从早到晚 一直不停的拜大礼拜 拜一辈子比不上我 拜一拜的话呢 那你就不要受比丘戒进去当沙咪 他一听就哇 那我要受比丘戒这样 就这样啊 你要知道胜利啊 居士也一样啊 你们很难得来法会 好 可以受一天一夜的八观灾戒嘛 这个师父跟老师都很重视哦 八观灾戒你不要随便受 你要在有保护环境的法会里面 一天一夜 这环境保护你清净的词 那个功德会非常大 有的人受戒很随便啊 这边受戒然后就回家 那家里面什么放音的音都有 好 那个不容易得到受戒的好处 这个要特别注意啊 好 然后呢 你也是一样 你按照刚刚那个比例算啊 刚好在你受戒 受八观灾戒一天一夜 那一天你供一盏灯啊 绝对超过你这一辈子 从早到晚一直供灯 供一辈子这样 功德就那么大 那有的人就比较偷懒 他就说法师好 那我一辈子都不供灯 好我就等我受戒那一天供那一盏灯 就够了 第一个 你怎么知道你有机会受戒啊 第二个 夜是不是透过串席而增长广大 如果你一辈子都认真供灯 等到你受戒那一天 再按照那个夜的串席的业力 再去供那一盏灯 不就是书胜无量被吗 好 所以人有好的脑筋跟智慧 为什么不用只往偷懒的方向想呢 这不是愚痴跟痛苦之音吗 好 对不起 讲到后面有点在责备人 但是就是跟你讲 广论里面有太多改变命运的方法 我们遇到了 所以老师说 能不能身体力行 能不能断移身性 并做个勇士 这是老师对自己还有对我们所有人的希望